可不可以幫我們講述一下 過去您在選舉期間 有跟梁秀菊交手過的時間嗎 要跟他報仗是不是真的蠻難的報仇 我個人的選舉是沒有 那我記得印象蠻深的 就是台中的那一場補選 因為我們2020的時候 在台中的區長 這個山區的補選的行程 那確實同仁在支援的過程中 會有很多的車資 那因為山區本來就離四區比較遠 所以來回的車資 這個報仗上面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們當時候就 這個叫了計程車 然後因為離山區比較遠 所以那個計程車的車資 是非常貴的 將近兩三千塊的這個價格 那到後來報仗的時候 這個財務部 我不確定是不是秀菊姐本人 他說你為什麼這個車資這麼貴 為什麼不乾脆包一台車就好 就是說財務的管理商 他其實在一些細節上面 會看的蠻細的 所以民眾黨財務部 其實管理是蠻嚴格的 那也因此在整個黨的財務部門上面 在這五年期間 也沒有出什麼大問題 那會不會覺得說 這一回的大選 為什麼明明有梁秀菊姐的團隊 不用反而用了 李文宗跟端木珍這些人 反倒是讓現在整個財務 這麼問的 要報仗 當然以基層黨員立場來說 確實 黨中央有一個比較厲害的 這個財務部門可以使用的話 為什麼不採用 那當然黨中央的說法是說 因為 黨還是有黨的財務的這個 帳要處理 所以 競選總部是另外一部分的人在處理 那當然黨比較 這個黨員比較好奇的是為什麼 我們之前都有一些這個財務監督管理委員會的制度 部門管理這麼嚴格的原因 因為這牽扯到政黨 那牽扯到公司 那牽扯到甚至到一些公務的利益 所以沒分錢 就我們創黨之初的一些精神 沒分錢都是所有的人民 很努力的把票口給我們而產生的這些補助款 所以在沒分錢的使用上 我們都非常會小心的謹慎去使用這些錢 那當然 就基層部門來講說 你在錢現在打仗 那你還在跟我Care這些子彈的來源 或者是子彈的這個用量用費 特別高的情況下 我當然會覺得有一點 這個有點卡啦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說 他確實做了他應該做的工作 那因為柯文哲、靖總這次管账 李文宗、李文娟還有端木正 那就沒有用這個梁秀菊嘛 不過現在就有人覺得說 那是不是跟木可也有關係 因為包含木可的負責人其實也是李文宗嘛 那是不是為了主席 可能是為了要成立這個木可 他想要一個黨營事業嗎 所以才不用梁秀菊 木可的負責人應該是李文娟 那當然從這樣子的角度是 也是我們基層黨員 在這一次的政治獻金風波裡面 最想知道的一個部分 那也希望這個案件已經進入檢調的調查當中 也希望趕快把這些案件的真相 還給社會大眾一個最後的結果 也讓黨員了解這件事情的風貌 那跟我們講這件事剛剛的問題 現在外界就有一個說法 認為說你這樣民眾黨 是不是都把這些小草的政治獻金 轉到柯文哲自己親信的口袋裡面 當然這一次的風暴會有 讓社會大眾這樣的懷疑 那我們自己要深刻的檢討 那但是有沒有確實把這個錢亂轉到哪些部門 我覺得就是近代檢調調查 那身為基層黨員我們還是希望 趕快把這些事實的真相給釐清 這個秀菊姐這個財政基於嚴守部分 除了您剛剛提到的計程車 它有沒有哪一些可能身邊黨員有提過的例子 讓大家真的覺得它是很... 其實計程車這邊還有後面的一個故事 因為前面就已經就這個... 因為選舉不是一兩天的事嘛 那當然因為前面的勤款有受到一些制衡 那後來我們是請了這個市區的朋友開車到我們到這個... 台中的山區上面去 那當然朋友會說那油錢可不可以加滿 那我們當下就是第一時間就想不行 這個如果加滿的話它一定會算這個距離那個油錢 可能這樣子不夠 這個你好像加太多油錢了 所以當下就說你油錢加半滿就好 不然我們財務勤款上會有一些困難 所以其實在財務整個過程當中當然是很嚴格 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思考 嚴格的這個後果的結果就是說 整個財務黨部的財務是沒有問題的吧 那為什麼你在這次的總統大選去找了一個比較外部的財務 然後才會衍生出這麼大的問題 那另外怎麼看就是說 因為現在有傳出說在這次風波的時候 柯文哲其實有問過黃珊珊說你要不要辭立委 但黃珊珊反問說我為什麼要辭 那民眾黨現在是不是說沒有這個訊息 但你怎麼看 他說要...這個我不清楚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之間的對話 但是以基層黨為立場 我覺得大家還是希望趕快把這件事情的真相給公主於是 那因為進入檢調調查 誰對誰錯其實現在也很難說 那以我的觀點 我是認為如果黃珊珊立委 如果這個時候請辭的話 那等於是等個黨專案或整個禁總 就沒有一個出來負責任的人 所以其實我個人也是很感謝黃珊珊在這個時候 能夠擔起相當的責任 然後把這些事情趕快做一個圓滿的解決 因為當事人如果是中華民國國籍的 他忍在國外他還是可以捐的 但是如果人在本島在台灣 匯過來的錢當事人是外國人這是不行的 像我就曾經被監察院罰過五十五萬 為什麼 因為捐給我的公司 那個公司有超過百分之三十一是外資 我們是超過百分之三十就不行了 所以不但捐的錢要沒收 那監察院他是可以去查證的 那如果監察院沒有糾局 那也沒有查出這一幣 那我想可能這個錢 當事人、匯款人是中華民國國籍 原來怎麼看的你說 這柯文哲的夫婦 現在就是海非報說 陳文明說1.2億的豪宅是自己 先先沒事去看的 那誰會先先沒事去看 那1.2億的豪宅 那有人說那蕭草的公司好辛苦 那你怎麼還有底期去看的豪宅 時機不對啦 瓜田裡下嘛 滾豬要撞陷 找不看晚不看 那就等選後了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再去看 當然大家就會覺得說不妥當 但是他也已經講了嘛 他說 本來陳醫師是說沒有嘛 後來人家說柯醫師說有 那後來他就講說有就有 本來是這樣嘛 天下白無心 天下兒子都是平衆心 但是此時此刻不宜啦 委員自己看柯文哲 他的案子都燒到現在 他覺得他的政治生命還是很嚴肅 因為王先生說他覺得他有些社會性的問題嗎 不會啦 欸 年輕人有一大部分喜歡阿伯 就是因為他的直白 只要他把內部這邊坦率的釐清 他還是可以回來的 那如果他開始選擇掩蓋跟說訪的話 那恐怕年輕朋友就會離他而去 這三十幾筆當然會比較惹人疑鬥啦 那這個我想民眾黨應該要去說明清楚 那如果沒有沒有問的話 基本上他等於是合法的 因為像我們就很少這樣 這個民眾黨應該自己出來說明 如果他願意取得小草 這些捐款人的信賴的話 他只要做個說明就可以了 基本上並沒有違法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統一家人 是以後再出入坑的 也 櫻井 請 請 請